朋友们好,今天我来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我儿子他说他想吃西红柿炒鸡蛋 让我给他切两个西红柿 我说一个就行了,这要吃两个 不过两个炒出来也比较好吃 汤汁比较入味,切好了 现在准备一个碗 再打几个鸡蛋 我准备了五个鸡蛋 那这是家自己的养的鸡饭的蛋 这是买的 差别好大哟 颜色也不一样 放点盐 把它搅一下 好了,鸡蛋搅好了 现在把火打开 放入油 我做饭店炒鸡蛋 我都喜欢先放西红柿 因为先把西红柿炒出来汁 再放鸡蛋的话 让鸡蛋在里面炖一下 那样的鸡蛋比较嫩 才比较好吃 把西红柿都炸一下 放点盐 把鸡蛋倒进去 里面清水 你看这个鸡蛋 很嫩吃着 现在可以关火了 满满的一大碗 吃着吗 嗯,不想吃 这一大碗 管吃完没关 嗯,不知道 别不管了 我这儿子比较挑食 如果先煎鸡蛋 再放西红柿的话 它只会挑西红柿吃 鸡蛋它不会吃的 这样子炒 鸡蛋比较嫩 入了西红柿的味道 所以它就 西红柿鸡蛋 它一起吃 烧的嘴了 要吐出来了 你真恶意 慢点吃 那个碳好喝吧 嗯 鸡蛋好吃 嗯,鸡蛋也好吃 我这儿不太喝了 我这儿不太喝了 家伙伴 这儿不太喝了